守护圣地 尊敬的各位法师慈悲 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慈悲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来学习佛说十善夜道经 我们来听经文 九 住无碍见 十 不堕诸难 离开写见第九和第十的功德利益 现在我们的见解 思想 处处都有障碍 障碍从哪里来 是十二夜造成的 十二里面具足 妄想 分别 执着 每一条都非常的严重 所以信德不能现前 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 要懂得离开一切恶 修一切善 学佛从这里学起 真正相信之后 认真努力去学习 把我们这一生当中和过去不善的行为习气 彻底地改过来 把错误修正 这叫做修行 凡夫不容易发现自己的过失 但是看别人的过失 很容易 看到别人的过失 回头想一想 自己有没有犯他们同样的过失呢 这叫做回头是 回头是把自己的过失检查出来 这在佛法里面叫做开悟 凡夫不知道自己有过失 永远没办法把过失改正过来 这是很多人修行功夫不得力的原因 能够天天读这些书 自己的毛病很容易检查出来 自己清楚善心善行要保持 恶念恶行 一定要改掉 佛菩萨的思想见解 是正知正见的 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 一定是错误的 一般人做梦 梦里有很多境界 多半都是阿赖也是里面的种子 起现行 佛陀在任言经讲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今天的社会 我们所接触的都是邪知邪见 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哪里 在圣贤人的存心和行为 现代人把几千年来 民主价值观舍弃掉了 随顺这个时代的邪知邪见 所以世界才有动乱 才有天灾人祸 如何消除灾难呢 从人心去转变 我们随顺圣贤的教诲 灾难能够化解 众生造恶业 招来天灾人祸 觉悟的人在这个地方 要不要受灾难呢 灾难肯定要受 这是贡业所感 但是一定不堕落 为什么不堕落呢 它是清醒 清静 善良的 在大难之下 它是往上提升 不是往下堕落 在大成教里面 遇到净土法门 我们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 佛家说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善恶一定有果报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 我们一个恶念都不能生起来 来世就有大福报 我们再来听经文 若能回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后成佛时 肃正一切佛法 成就自在神通 离开邪见 成就十种殊胜的功德法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什么呢 是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学佛的最终目标 正等正觉 称作法身大事 对于宇宙人生 究竟圆满的觉悟 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如何求得呢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善恶是一个体性 只是在迷思觉悟不同而已 六道里面 迷惑的人多 觉悟的人少 现代这个社会 迷惑得非常严重 对于圣贤的教诲 善言 不能够接受 在佛法里面 业障习气太重 虽然每天修学 都没办法进入佛门 佛陀讲任言经 讲到第三卷 阿难尊者 出来赞叹佛陀 说他听懂了 忽罗那尊者 是试过阿罗汉 听不懂 所以站起来 向佛陀请教 阿难尊者 他是出国 他怎么会听得懂呢 富罗那是试过阿罗汉 怎么会听不懂 佛陀向他说明 阿难是烦恼藏重 所知藏轻 大成教 他能够听得懂 能够接受 富罗那尊者 他是烦恼藏轻 所知藏重 大成经教 大成经教 他听不懂 在大成教学当中 祖师大德 常常教我们 看破放下 我们能放下 放下是烦恼藏 看破是破所知藏 看破能帮助放下 放下 放下能帮助看破 一定要真做到 在我们境界里面 一定要先从放下做起 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处事 待人接物呢 一定像善财童子 修学的态度 善财童子心目当中 凡夫只有我一个人 除我一个人之外 都是诸佛如来 顺境 逆境 善人 恶人 全部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 来度我的 所以 他在菩提道上 一反风顺 没有障碍 今天我们修行 障碍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不善的心所 变现出来的 一切法从心向身 这个人看得顺眼 就起贪爱 看不顺眼 就起称慧心 这是不善的心 我们的心不真诚 不清净 不平等 造成菩提道上 无量无边的障碍 这个障碍如何去突破 善财童子 给我们做了好的榜样 他真的是一反风顺 遇到文殊菩萨 成就根本制 老师教他去参学 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 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 境界一直往上提升 是什么原因呢 做学生的态度好 印光大师说得很好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 两分沉浸得两分利益 跟各位说 做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不肯做 那就没办法了 为什么不肯做呢 我们自己无死解来 烦恼习气太重 烦恼 里面最大的烦恼 对修行人来说 就是共高我慢 总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等 别人不如我 在菩提道上造成了障碍 一定没有自私自利 不沾染明魂立养 真正离开贪 生吃慢 我们就跟善财同子一样了 对人事物真诚恭敬 普玄行就真正的做到了 世尊通途法门的修学 一身成佛 只有两部经 华言经 善财同子表演给我们看 法伐经里面 龙女八岁成佛 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人 一身成佛是可能的 我们只要懂得这个道理方法 真正受持独颂 为人演说 我们就能成就 我们清净善知识 同学能成就的 只有两三个人而已 决定是在修学的态度 没有恭敬心 我们所得到的只有皮毛 回向是把自己修学的功德 和一切大众分享 自己不要了 我们把功德 跟一切众生分享 里面没有我 我们才能够走上菩提大道 我们再来听经文 耳时世尊 若有菩萨 依此善业 于修道时 能离杀害 而行失故 常付财宝 无能倾夺 常受无妖 不为一切 不为一切 愿贼 损害 现在人 对佛的言语 多半存着 半信半疑 这是学佛的人 不学佛的人 认为这是佛家 劝善的话 不是真实的 所以很难接受 世间人在迷 不承认自己迷了 他承认自己 有高度的智慧 他看圣贤是迷信 这种错误的观念 如何把它纠正过来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自己要通过修学 证悟佛的话 是事实真相 如果不通过认真的修学 这个境界达不到 永远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随顺自己的看法 不肯相信佛说的话 佛陀在经典上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 决定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 证得阿罗汉果之后 我们的看法想法是正确的 阿罗汉已经断了见识烦恼 换一句话说 我们的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贪嗔痴慢 没有断掉 我们的知见就不正确 我们学的东西再多 甚至我们能够把大藏经背下来 讲得听花乱罪 还不是正确的看法跟想法 世间人能够尊师重道 顺从圣贤的教诲 依教奉行 这种人有福报 这是他多生多解的善根福德 六度 世无量心 世色法 三十七道品 种种的法门 都是以食善业做基础 没有食善就没有佛法 不杀生就是无畏布施 无畏布施的果报 就是健康长寿 我们的冤亲在主很多 是怎么来的 过去是跟别人所结的冤丑 过去不是一生一世 过去无量节来 我们想想跟多少人 多少众生结冤丑呢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我们跟别人结冤丑 这是因 因要变成果报 当中要有缘分 如果没有缘分 虽然有恶因 恶果不会现前 今生遇到佛法 信受奉行 把自己的心念行为 变成纯善 恶的缘就断掉了 虽然有很多冤亲在主 我们今天没有缘 遇到了也不会起现行 不会结成果报 所以吉凶获福 在我们心里面去转 佛法劝人发心 我们要发什么心呢 至善之心 就是真诚恭敬的心 至善的心 对自己是菩提心里面的身心 至善的心 在处世 待人皆悟 是菩提心里面的大悲心 一定不能有一点点伤害别人的心 不能有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 经典当中讲得很好 一切众生有机会看到佛像 听到佛的名号 善根就种下去了 这一生不能成就 在未来生多结之后 遇到缘分成熟了 一定能得度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知道十善业道的重要 认真努力去修学 成就自己 也成就别人 我们来听 应光大师说故事 题目是 放生戒杀行善 交纸包达亲恩 福建省的林辰美居士 小时候父亲死了 妈妈决定不再嫁人 尽心尽力地抚养他 陈美长大之后 感念母亲的养育之恩 经常流泪 苦恼的是 报达亲恩 不知道从哪里做起 有一位禅师知道了 就对他说 孝子思念双亲 只是痛哭流泪 是没有用的 只有努力放生戒杀 积极做应得 这样才可以报达亲恩 因为多生多世的父母 轮回在六道中 有的转为畜生 遭受到屠杀 做子女的力行戒杀放生 可以救护多生多解的父母 放生报达亲恩的意义就在这里 现在子女活着可以奉养双亲 如果子女不在 双亲依靠谁去生活呢 子女做好事 双亲就烦恼忧愁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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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 受到了启发 却不能够化解素质的渊业 如果制成念佛 累结的业障 可以化为清净业 印光大师有一副对联说 念佛方能消素业 结成自可转繁星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感谢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大德 阿弥陀佛 顾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画波帐号50396819 银行帐号 银行带号土地银行005 帐号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速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粉 药贡包香 弱势关怀不食动物 出唐 从射出食 当愿众生 深入佛制 又出三界 救救流浪的河狗 让你心中充满安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 共同救护生命 我们的网络红法电视台 虽然是一个虚拟的空中电台 但它可以进行更多的学活者 因此阴远地踏入了我们的电台 让佛教能够真正地走向未来 是有生命的 是有力量的 让更多人能够在佛法的教化之下 成就了人间基督 对方更多的佛福山 踏入佛教 成为把门龙像 弘法立生 永续佛体会命 永续佛体会命 我们谈到 这个 一切法当中 谈到 所谓的 无我 离于我 无我 那 世中 所谓的无色 无形 无名 无知 那后面谈到了 无心事 亦无心术法等 这些我们刚刚就谈到这里 才为所谓的 是 世民为忠报诸法实观 好 那接着看到 如是善法 不善法 所谓的善法 就是世间善法 那不善法 那不善法 所谈的当然就是 造恶业 善法的对立 就是不善法 所谓的善法 所谓的善法 或者不善法 好 那这个 要教到我们里 是教我们如何真实正观 对善法和不善法 还有所谓的 世间法 和初世间法 有罪法 无罪法 有漏法 有漏法就有烦恼 无漏法 没有烦恼 这都是在谈世间对立法 相对因缘 善法不善法 乃至世间法 跟初世间法 有违法 无违法 有漏法 无漏法 无漏法 有罪法 无罪法 那现在谈到有违法 乃至无违法 乃至 有垢法 有垢 垢就是烦恼 懒悟的 有垢法 无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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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把一对一对的相对应的罚 把它提列出来 亦复如是 离于二边 离于善法 不善法 有违法 无违法 乃至 有垢法 无垢法 离于两边 离于两边 这样 不执着 你不执着于有违法 也不执着于无违法 离于两边 离于两边 那在真实生活上 肯定会有一个 善法跟不善法 作为一个标准 那我们如何去哪里 俗话有这么一句 行善不畏人知 你也很清楚 你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这个善法 但进行善法 你不会去强求名利你 你把这个善法进行之后 自然而然会有人 只要知道有人去转述 但你不会因为听到